毫无疑问,爱因斯坦是一个天才,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,天才为何成为天才? 这是人们都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,有人相信秘密就藏在大脑里,为了研究,甚至偷偷将爱因斯坦的大脑通走。 近日,在国民斯特,当地博物馆展出了爱因斯坦的两片大脑切片,1985年,关于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成果才陆续产生,当科学家们尚未有实质性地发现,爱因斯坦的大脑确实与常人有所不同,但是这些都属于合理的个体差异,如今去爱因斯坦去世已经60多年了,他也已经于在普林斯坦医学中心去世。 虽然科学家们未能从阿因斯坦的大脑找到什么惊人的发现,但现在人们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,改变人类世界的大脑的一部分,是不是感觉很奇妙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